埃及最大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埃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 研究数据表明 其境内存在的金字塔结构数目 为81到112座 其中位于吉萨的胡夫金字塔最大 而且还是唯一现存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胡夫金字塔塔高146.59米 因年久风化顶端波落10米 线高136.5米 相当于40层楼高 塔身由大小不等的230万块巨石堆砌而成 其中最重的达160吨 总重量约为590万吨 在当时生产条件极度落后的情况下 古代埃及人是如何将这些千斤巨石堆砌成金字塔的 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现代研究发现 如果将胡夫金字塔的高度乘以10亿 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而塔底的周长 除以两倍的塔高等于3.1416 和圆周率差不多 这比阿基米德提出的3.14圆周率要早2000多年 而且更加精确 似乎古代埃及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金字塔底座的四边对应的方位 正好是地球的正北 正南 正东和正西 其误差不到一度 古埃及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也是个谜 这些巧合让我们发现 古人并不比现代人笨多少 而且甚至更聪明 可惜古埃及文明已经灭亡 我们无法了解古人的智慧与传承 如果你到埃及看过金字塔 说说你的感受吧 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分享 关注哦